观众朋友们好 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 朝鲜的最新导弹试射尽管失败 也没有进行外界所担心的第六次核试验 但并不代表朝鲜危机已经解除 美国副总统彭斯称 对朝鲜的战略忍耐已经结束 美国对叙利亚阿富汗的空袭 是否可能在朝鲜上演 美中如果联合对朝鲜出手 那么金正恩是否会因此低头 中国是否应卷入一场对朝战争 一旦战事爆发 对朝鲜半岛甚至中国民众 都会带来哪些冲击呢 北京时间星期二晚时事大家谈 邀请专家为您深入探讨 欢迎收听收看